大家好,今天又來go up,亂吹,教壞大家,讓大家學壞了,打比賽時不斷輸了 今天,終於回正題,會講一些實用的東西 其實,暫時都,之前在量概念的時候,都想過很多東西想說 反而,去到這一家之後,反而,不知道為什麼呢 可以說的東西,反而不是很多 我之前想過很多,心得上,概念上的東西想說 最初,構思這件事,但我以前沒有用筆子寫下 搞到,GG了,不過不要緊的,其實每日用一些時間去想,其實都OK的 好啦,那今天呢,會跟大家講一下控速 控速呢,早晨,你在哪裡來的呢,你在歐洲來的 怎麼會說早晨呢 好啦,那今天講一個,控速啦 控速呢,分別呢,其實總共有三類型的控速 那,第一類型呢,先看一下 這樣解釋好不好呢 到底應該怎樣解釋呢 好啦,呃,我應該開回個 文字檔好像要穩定一點 好啦,就是這樣啦 那,對手呢,就當它有兩隻精靈啦,A和B啦 然後呢,你就有C和D啦 那呢,就是你,這樣那個角度不對啊 不好意思啊 今天來的,不專業教學 好啦,我們有C和D,對面有A和B 那,這四隻精靈,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基本概念啦 其實這個正常人都應該要認識的 但是,我在最近教,即是有不少私下找我 即是參加計劃01的學生來說 竟然是有人會不知道這件事的 所以我今天呢,就決定講這個話題啦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之基本功的東西 那,也應該有很多進來看的 即是會打對戰的人呢 應該都會很清楚,其實 這個東西其實都是很基本的東西來的 那,好啦 現在,首先,場上有A和B和C和D 那,他們其實分別就會有四個次序 就是1,2,3,4 那,假設 呃... 我先可以調小個... 字體 這個變小了 麻煩的 為什麼這個 我知道可以選擇了 不過不要緊啦 那,當A是200速 現在可以這樣打 其實 跟著B是167速 不要 改慢些 先 A是30速 跟著,C是167 然後D是55 那,其實 當你見到這些數值的時候 可能你就會立即回答到我 到底哪隻會快些,哪隻會慢些 其實這個次序很明顯就是 在一個正常情況下 大家都用正常的普通招式情況下 就是AC,D,D 那,這個就是最基本 當大家沒有受到任何控速情況 他們會有一個次序 首先這個是一個玩家 你看到 在對戰的時候 看到場上 那四隻精靈的時候 第一時間 應該要 那個腦袋是會想到的 竟然是有人不知道 這個有些可惜 當然 有些精靈是會有些特別的配置 你未必一眼就會看到 例如 古拉多 即現在的BGC16的古拉多 因為很多時候都有 極速的古拉多 和底速的古拉多 或者中速的古拉多 是比較難揣摩的 不過這個就是另一件事 那當你有這個控速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不同的事情發生 那就可以更加確訊 之間的這個速度 好啦 然後呢 我們就看回 Showdown這個畫面 那 重速一共 主要是分三大類 第一類 就是狀態 狀態 狀態 最基本 最常見的就是 電磁波 然後其次會常見的 有大蛇燈眼 還有這個 擦擦面 總之來說就是麻痺 麻痺的效果 大家都應該會知道 就是把這個速度 除四 其實是 基本上是等同於 將對面整得很慢 慢得很緊要 那當然是有些額外的 基本上你 電磁波完之後 你有99%是會化過對面 那當然就有1% 那有些精靈真的很慢 例如 你玩一些一類的寵 或者是精靈菇 這些極慢的寵 都有機會會慢過對面 那這個是其中一樣的 控速手段 然後呢 簡單講完所有控速手段 然後另外一個控速手段 叫等級 等級 分別有兩種 一種是升 一種是降 那如果可以下降對面等級 一個叫做 IC Win 或者是電網 那這個可以降低對面等級 那如果降低1級 就會乘2 over 3 如果降低2級 就會乘1 over 2 那如此類推 慢慢就扣下去 如果降了4級 就會脫衣 把對手的速度 那 那調回到上升 那最常見 在VGC16的話 有點熱 那VGC16呢 最常見就是Axon Axon 強化之後 就會把他的速度等級 加2 加2 這樣呢 就會把他的速度 double 那如此類推 就是這樣扣上去 也會扣這個 3 over 2 然後就 4 over 2 然後就5 over 2 6 over 2 然後呢 最後一個 控速呢 我就叫他做環境 那環境 基本上呢 就是一發動了之後 就 有些東西可以取消 有些東西未必可以取消 但是 他跟以上 剛剛等級和狀態 這兩個 是另外一類控速 那我稱他為環境 那基本上就是 順風和希空 那順風的效果就是 用完那一刻之後 整隊的速度 會乘2 直至到持續4個匯合 即發動的匯合 以及未來的3個匯合 然後呢 另一種呢 就是欺變空間 欺變空間 就是未來4個匯合 所有速度的次序 調轉 那 留意一下 順風的效果是 速度Double 那 當你一發動完之後 例如 你用火準 很高速一開頭 就用了這個順風 你速度全部Double 是那個回合 會馬上發生 但是馬上發生 是不會影響那個回合的次序 簡直說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其實 有些關於速度的招式 例如電球 或者螺旋球 這兩招 或者其他 我不知道有沒有 有印象 以來就認識這兩招 那 就會立刻在那個回合 立刻有效的 例如 對面 例如 你火準 在很高速的情況下 開了這個順風 然後 對面的 例如 草鋼 用螺旋球打你 傷害是會有加成的 你不用順風 反而會扣少一點 但是就不會影響到次序 本來你的精靈是很慢的 你那個回合 開完順風 他不會馬上掉了次序 原本有第三隻動 變成第二隻動 會在下回合 才會變成第二隻動 那 另一個氣空 就不會有這個效果 就是你用氣空 之前之後 螺旋球 電球 這些龜速度的招式 效果是不會變的 那個威力是不會變的 但是 速度 就會不同了 不是 次序不同了 就是把排序調轉 這個就是氣變空間的效果 剛剛就很清楚地說明了這個 環境招式的 簡單介紹了 現在可以再介紹一下 剛剛講過的這三類控速 到底有什麼好處和壞處 首先是電磁波 或者是 麻痺 不好意思 整體應該叫麻痺 然後電磁波 插插面 和大蛇燈 是 這類技能 主要觸發這類技能的東西 另外還有十萬伏特 和打雷等等 這些技能附帶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狀態來的 這個麻痺 效果是會 將對手 除四 將速度 跟著呢 一般來說 在雙打來說 很少 不可以排除完全沒有 就是會 很難會解除到的 因為基本上 你要靠三日月之母 或者是治癒之靈等等的招式 或者方向治療那些 或者是特性的東西 才可以脫離到這些異常狀態 那這個 正因為這樣 所以其實是一個 很強力的連帶效果 就是 因為其他的東西 都可以 用這個拖回合 或者用這個 替換 去解除它的效果 而電磁波 在這三類控 不好意思 是麻痺 麻痺在這三類的控速裏面 是有最強力的持續性的 並且它的控速效果 你不計氣空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 最理想的效果 但是呢 這個 電磁波這個效果呢 除了放電 這招範圍的麻痺招式之外 其實 它是一個 首先 放電是一個 不穩定的 令對手麻痺的 通常是 說到要麻痺對手 是用這個拆散面 電磁波 和大蛇燈牙 所以 這幾招是單體的 這類控速 主要 這類控速 主要 用那幾樣的特點 是一個單體的控速 所以 它是一個 都比較 傾向針對性的 一種控速 來的 如果你說 要去 針對些什麼類型 其實在VGC66 來說 其實這類型的控速 最適合 就是針對 可以 強化自己的速度 的AX神 因為AX神可以 升自己的速度 所以 這種控速 是最適合 對付AX神的 先撇除這個 大蛇燈眼 另外兩種 就是拆拆面 和電磁波 這兩種的 控速 麻痺的手段 就是不可以攻擊 地系精靈 在VGC16 最明顯的 搞搞者 就是 古拉多 所以 古拉多 比較適合 就是 撇除他 有大蛇燈眼 撇除他 大蛇燈眼 古拉多 非常適合 抵抗這種控速 手段 好了 講完麻痺 這個控速 手段 下一個 就到等級 首先講等級 先講一個 負的 就是扣人來等級 最常見 就是這個 凍鋒 其次是電磁波 sorry 電網 之後還有其他的 例如 恐嚇面 或者是 這個叫什麼 蜘蛛網 類似是岩釘效果 但對手伴上來 會減慢 我們主要講 Meta上的 控速 就是 VGC 常見 最常見 其實就是 凍鋒 凍鋒 這招 招式 其實他有一個 非常之強大的 優勢 他是不會被挑撥的 當然 經過 Sajun 在1-4 發掘 拆拆面 其實都是一招 不會被挑撥的招式 當然 根據這個 泛用性 不被挑撥的 控速招式 動風 其實才是一個 真正的 搞搞者 其次 最穩定的地方 就是 這個 範圍的攻擊 也是一個 輸出的 如果你有適當的 調配 可以用穴裏的動風 來克制到不同的精靈 例如 是這個 例如是這個 血液 暴飛龍 以及 叉字符 這些精靈 都比較會 爬動風 因為他們本身都會 比較高速 所以很多時候 這個也是 大家 在速度上 特調的 其中一個原因 遲些 在教大家特調的時候 都會再講 簡單舉個例子 就是 美夢神 把速度 調配到 可以動風 對面一隻 血液的時候 可以快過對面的血液 這樣 現在都好像 幾多人敢調 這種 控速 除了可以克制到 剛剛 怕冰招的精靈 之外 其實他還有另一個 很大的優勢 就是 他可以攻擊到 地系的精靈 地系的精靈 當然 他們的 搞搞者 又是剛剛講過的 古拉多 所以很多的 古拉多 都會調配到 最少 就是 封完對手 的 古拉多 自己的 古拉多 會比對面更快 這個是一個 非常之 最基本 有凍風的 古拉多 的一個 配法 哎呀 對呀 講漏了 天氣 太久 沒玩 不要緊 等一下 補回 哎呀 你為什麼會找不到 這個 很多時候 速度上的特調 都會 針對到 這個 動風 那 同時 其實動風 這件事 會 最 這幾樣 這幾樣 我講過的 控速來講 最不好處的地方 就 最當然是 對手換走的時候 就會無效到這個 所以 都曾經 一段時間 在15和16都會有 動風緊鬼出現 配搭影 不讓對面換走 就做一個 比較持久性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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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上的 控制 就降對面 控速 除此之外 還可以 我個人認為 其實 Axon 都是 這幾樣控速 最不怕的 就是 動風 雖然不可以說不怕 你動風對面兩次 可以跟Axon 的水木 打和 但是 要動風到Axon 其實都幾難 如果可以強化到 然後下一下 就可以打到 非常之痛的傷害 另外 另外 就是 這個 強化 雖然 高速移動不算 但是 都算一個 搞搞者 在VGC16 的搞搞者 一定是Axon 的強化 把自己的速度 雖然 強化 都是一種 控速 跟動風 對比 一個是上升等級 一個下降等級 然後 剛才的順風 我忘記了 他們的 我忘記寫下 我什麼想說什麼 這幾個東西 弄一下 看看大家說什麼 我記得大家不停說 我什麼都沒看過 嗯 下次 我不是在用 主 我現在建議 我現在 例子那些 不就好 什麼 龍姆都算是Axon 那一類 其實 強化的 好 跟著 對了 我記得我想說什麼 這件事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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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但是我很多 朋友 都有 也 也 也 怎麼說呢 不是朋友 也就是同學 也就是同學 怪怪的 叫同學 Anyway 同學 學生 都是一個 比較不知道的一件事 其實是希空裏面 希空 最大的特色 其實希空 除了可以把 整個次序 調轉 整個次序 調轉 整個次序 一般 常常會想 整隊的速度 大 可能六隻 有五隻 很慢 然後你一開 你就可以快 對面 這是最基本的想法 其實希空 有另一個最強的地方 就是希空 有別於剛剛所說的 所有的控速 包括天氣的特性 特性 濕滑 挖沙 的特性 順風 洞 洞 X的強化 甚至是電磁 麻痺 這些全部的控速裏面 其實希空是一個非常之特別的疑慮 完全是另一件事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 其實它可以作為一種反控速的手段 就是當你被人控我速之後 例如對面的X神強化 或者對面的月女神凍風 火準順風 或者做了任何 任何一樣希空 甚至是對面開希空 你都可以用希空去 counter 對面 就是你整隊裡面放了一招希空 你一開完希空 對面做過的所有控速就白費了 任何一種 甚至對面開的希空 你都可以cancel 所以希空是一種非常之特別的一種 控速手段 那基本上 其實現在 尤其是 現在PGC6 都非常之流行 基本上10隊 有7至8隊 都會有希空 因為 未必是因為他整隊是慢 因為 希空這件事 其實可以用來counter到 非常之 不是非常之 是全部 任何一種的控速手段 所以 希空是非常之 重要的一種 技能 好 看看大家說什麼 竹磚 其實不算一種控速 即是 在battle裡面 變出來的 讀對面開 其實 呃 其實 電磁波自己 然後 再 希空越快點 是 有不少的成功例子 或失敗例子 那這個 其實 即是 不需要什麼特別討論 那 罵自己的東西 很常見 明白嗎 好 可以收拾一收拾 收拾一收拾 速尊都算 那麼 謙提說速尊是算控速 那就算控速 他說 其實是 對的 好 那應該是看得全面一點 狗狗 這個東西 呃 這個東西 就 在隊伍設定上的一種 速度控制 那麼 這一種 控速 天氣控速 最簡單的好處就是 快 因為你不需要 因為你不需要 剛剛說過的任何的控速手段 都是 需要 一個turn 就是 起碼一個move 去實行 而天氣這東西 基本上 你就是 控制到天氣的時候 那個速度就會 double 那麼 那麼 最常見 及今代 應該是 堅子棉 他的葉錄素 那麼可以 有個 非常之高速 這樣的 情況 因為 這些通常 葉錄素 是速度 double 然後堅子棉 本身有很高的速度 所以他可以 X神強化完之後 只是呈天下 依然可以快過X神 那麼 在這個情況下 他可以用encore 或出棉粉等等的手段 他可以克制回X神 所以都 曾經流行過 這隊也是 Arash 在National 贏的一隊 接著呢 就 講完美 應該是不多 就是速尊 曼謙提提說的 速尊 如果是 算是控速 其實也是 他的效果就是 速度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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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再換其他招 除非 你換過 重 之後 就可以再用 SIMPLE 這個 不用多說 一般來說 都是 放四招攻擊 除了 屠屠拳之外 其他精靈 其實都有機會 放些 變化技 不過 15 來說 就說 會有 球魚 這些 就後話 速尊 下馬 即是非常瘋 神經 先制 爪就不算了 因為 現在 將速度和 先後制 分開講 好 現在就 講這個 先後制 首先 其實 每次大家 battle 都會有 不同的次序 最先的就是 換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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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當是先制 加6的 Wolf 然後就是 Mega進化 以及 發動特性 這些就不詳細說 老實說 我又不是村落那些人 我真的 不是記得很熟悉 一定是發動特性 發動完特性 Mega進化 原始進化 不好意思 開始想起 黑歷史 那次根本是黑歷史 加速度和 剛剛講過的 等級是一樣的 同一樣 就是 就是 狀態 等級 特性 和這個環境 OK 先後制 接著 最快 是先制加4 保護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攻略網 就是先制加3 實際上 這些招是先制加4 因為 會給所有先制加3 的招數快 先後制 其實不應該這麼解釋 先後制 其實 大家當用這個普普通的招式 例如 火焰發射 這個是先制加0 當你用一招先制加1 的時候 無論在任何的速度線 就是剛剛所說的 控速 那些東西 速度線 都是會無事 一定會快過在先制加0 那邊 例如 RA 用電光石火 我打一個超高速的火準 用火推 速尊的火準 那也是電光石火 那邊快點 這個就是先後制 那反過來 如果是後制 就是減到下面 那就會排回次序 那所以呢 所以就是 當你一個 排Battle 排次序的時候 就是會 先後制 然後呢 然後呢 先後制 先會到這個 速度 它本身的速度 直 那簡單說一下 有什麼先後制的招 先制加4 就有這個保護 然後先制加3 大家比較熟的 就是下馬位和快防 所以其實下馬位和快防 那個先制度 是一樣的 所以 當對面 用下馬位 而我們用快防 這個時候 就會視乎 兩邊的精靈 哪一邊 是快一點的 那當然 如果對面不是用 先制加3的招 而是用先制加2 或加1的招 快防 絕對會快過它 快防是先制加3的 但如果你 對面是紐拉 而你是一隻 阿波狼 那你用快防 那對面下馬位 是會快過你的快防 那然後呢 先制加2 常見的 就是神速 Follow Me 仰攻 先制加1 就有這個 火準的特性 其他還有特集 電光射火 水流瓶射 那然後先制-2-3-4-5 基本上都是格鬥系的招 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格鬥系 特別喜歡先制 後制 sorry 是後制-3-4-5 很奇怪 一些不太多 然後呢 就是這個 後制-6 減6 減6 主要是一些趕走對手的招式 來的 包括有 吹飞 龍尾 格鬥系 那招不知什麼 惡失 還有這個 拷叫等等 可能有數漏了 然後呢 先回到 後制最慢的招 也是剛剛提及過 那個招希空 好了 應該差不多了 要說話應該差不多 哎呀 數漏了 這個HelpingHand HelpingHand 是快過保護 沒錯 HelpingHand 才加5 會做個list嗎 不用啊 這個是主要想給大家一個概念 這個東西是怎樣計算 其實最主要是 不需要說 很詳細的list 給大家看 大家要做功課自己list 不過就 很多人都會 要清楚這些東西是怎樣計算 因為太多人不懂計算 我發覺 終於發覺 太多 太多令我出奇的地方 那麼 你篇文我有share給大家看 那麼 今次 講這個 控速 先後制 應該講得很清楚 先後制的位 我怕講得不清楚 先後制的位 不過沒關係 好嗎 今次講 先後控速 就先到這裡